巫统党选本月30号开打 党主席职时隔31年迎来巫统元老 东姑拉沙里二度问鼎 挑战代主席拿杜斯里阿莫扎西之鱼 今早开始 坊间开始盛传 巫卿团团长凯莉将越过第二和第三把交椅 直接挑战党魁职 凯莉才在本月初表态将竞选副主席职 之后 首相德马哈迪指凯莉是竞选党魁的最佳人选 当时凯莉还笑说 敦马是在讽刺他 就在党选提名来到最后一天之际 英文新报引述消息指 凯莉今天将提交提名表格 挑战党魁职 随后 巫统最高理事拿杜斯里阿杜拉曼达兰 在推特上表态支持凯莉竞选主席职 还形容这才是跳出框框 就在今天下午三点 凯莉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提名表格的照片 表格附有他的签名和个人照片 但是更重要的是 表格的第一栏清楚的著名 他将竞选主席职 凯莉突然转态 究竟葫芦里卖什么药 网络媒体当今大马 引述亲东姑拉沙里阵营的消息指 凯莉加入站委 是为了分散东姑拉沙里的选票 打破菜单 进而提高阿莫扎西的胜算 报道中所指的这份菜单 就是东姑拉沙里搭配前森州州屋大臣 拿杜斯里莫哈莫哈山为熟里主席人选 而另外三名副主席人选 分别是凯莉 前第二财政部部长拿杜斯里佐哈里 以及前柔佛州屋大臣拿杜斯里卡利诺丁 NTV7综合报道